谭组长 沈参谱长 来来来 坐 坐 坐 山茂里那边怎么样 还没个定论 不知道该怎么个答法 看来 我给他们出了一个世界性的难题 不光是世界性难题 还是历史性难题 这个三国演义啊 不是那么好演的 我也是随便说说 真让我打 我也拿头 刚才 秦副总指挥打电话来 三家到现在 还没有一家报来明天的行动计划 看来都举起不定 山暴旅是什么思路 你想都想不到 他们要去拜访海啸突击旅 就是要搞统一战线 搞战役联合嘛 准备怎么搞 我不清楚 但想搞外交卧旋呢 其中两家联合打一家的思路 是有的 要是这样的话 这石兵对抗 不就成了外交风云呢 目前 红蓝双方 从站的地盘 从部队的实力来看 应该是旗鼓相当的 唯独山暴旅所占的地盘笑 容易吃亏 看来山暴旅自认为 跟谁打都吃亏 一下子不可能夺下这么多的地盘 想得到最终的胜利 几乎是不可能的 因此山暴旅的想法 是不考虑胜利不胜利 打出自己的特色来 才是他们的关键 那他们 去拜访海啸托鸡旅 是什么意思 没有下文的 他们向您保密 后来我就走了 这才有戏呢 你怎么就走呢呢 韩旅长 王旅长 欢迎欢迎 请 请 好 不错 真不错 坐 王旅长 好 汪旅长 这个呢 是我们今天上午 从里面这拿走的文件和电脑 文件内容我们已经看过了 电脑呢 也打开过 还望 你见谅 韩旅长 今天这夜 放过去 行了 咱们别客气了 坐